远古的时候,有个名叫米诺斯的国王,他建造了迷宫一般的克洛索斯王宫 为了报复杀死他儿子的雅典人,他强迫雅典人接受每年送九对同男同女作为王宫的供父 那些儿童一送到米诺斯王宫,不是因为迷路后饥渴而死,就是被宫内的一头怪兽吃掉 雅典国王的儿子特修斯不忍,就主动随进宫的同男同女一起来到了米诺斯的王宫 立志要为雅典人民除害 他临别前与父亲约定,如果事情成功了,船只返航时,将黑帆换成白帆 特修斯一行人到达了克里特岛之后,得到了该国公主的爱情与帮助 聪明而勇敢的特修斯最终杀死了怪兽并带上公主,登上了回国的船只 特修斯沉浸在胜利与爱情的喜悦当中,竟然忘了换白帆 当国王看到使劲的船只仍然挂着黑帆时,绝望之中便跳海自杀 从此人们就把爱情国王投海的那片水域称为爱情海 克里特文明是由地中海东部克里特岛的古代克里特人 或者称米诺斯人创造出来的文明 早在公元前三千年以前,克里特岛就出现了新时期文化 公元前三千年中西,进入金石并用时代,原始社会开始分化解体 到公元前两千年左右,克里特岛进入青铜时代,出现了早期的奴隶制国家 克里特文明分为早王宫时代和后王宫时代 早王宫时代大概是在公元前两千年到公元前一千七百年 是克里特文明的初始阶段 当时奴隶制城邦刚刚兴起 在岛屿中部的米诺斯、法埃斯特、马里亚等地先后出现了王宫的建筑 宫殿都是用石料砌成,有宽敞的大厅、宫室、仓库、作坊等 青铜制造技术已经相当先进 手工业和农业已经分离 这一时期,制造的青铜双面斧、短剑、矛头、长剑 以及精致和银制的碗等工艺都十分精美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文字,并由图画文字发展成为象形文字 后王宫时期是公元前1700年到公元前1400年 是克里特文明的繁荣阶段 原来被毁的王宫又重新修建起来 而且比以前更加壮观 农业、手工业和海外贸易都非常发达 农作物有大麦、小麦、大豆等等 园艺作物有橄榄、葡萄等 克里特岛同爱琴海、猪岛、希腊半岛、小亚西亚、菲尼基、埃及 都有密切的贸易联系 海外贸易成了克里特岛的经济命外 另外,这个时候还出现了书写古代克里特语言的英杰文字 线性文字A 后王宫时代,克里特岛上的城邦比以前大大的增加 此时的克里特岛有百城之称 百城之中,米诺斯的势力最为强大 称霸于克里特岛,并控制了爱琴海中的一些岛屿 已经完整发掘出的米诺斯王宫占地两公顷 一般多是三层建筑,并且有供水、排水等设备 宫中设有宝殿、寝宫、神坛、粮仓、地窖、牢房、作坊、武器库等等 结构复杂,有迷宫之称 王宫坐落在爱琴海南端的克里特岛的一座小山的缓坡上 占地面积27000平方米,是一组围绕着中央庭院的庞大而复杂的建筑区 王宫内大小房间约有1500间 宫内楼阁密接,楼道走廊迂回曲折多变 加之许多厅堂管事在设计上的不对称性 外人很难知道这座错综复杂的王宫的布局 整个王宫以中央庭院为中心 中央庭院长约60米,宽约30米,是宫内最大的庭院 中央庭院靠西边的楼房是国王办公祭祀的场所 办公集会的厅堂和祭祀大厅金碧辉煌豪华福利 此外还有储藏酒、油、收藏财物的陶罐、库房 中央庭院东边的楼房是国王以及王后的寝宫 接待厅以及学堂、作坊等生活机构和设施 宽敞的浴室内精巧的陶制浴喷以及冲水设备 从宫外10千米远的山上把泉水引入宫内的陶制管道 和泡物线型的银水管道内 无不闪耀着古代科学技术的光辉 在王宫的墙上发现了许多的壁画 虽然历经几千年 但是它的色泽还很鲜艳 在国王宝殿和王后的寝宫内 有表现国王贵族活动和集会以及四男景物的壁画 壁画中的男子们捧着金银器皿 妇女们穿着香宽边的长袍 在造型方面人物一律成侧面相 各个体态轻盈、神态逼真 克里特文明衰落之后 爱金海文明转入以麦西尼文明为主的阶段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 下次见